美国总统拜登带头硬起来 宣布强力反制中国恶行 国内泛中声浪同样创新高 不止参议员去年公开表示 不应限制台湾 展示主权象征 共和党中议员蒂芬尼和裴利 也提出共同决议案 呼吁美国放弃过时的一中政策 应该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 与台湾恢复正式邦交 就像当年苏联解体一样 也可能一夕之间发生 所以它就是一个政治决定 那美国大概现在 我觉得关键它在于评估说 中国能不能够重回到 依照国际游戏规则 来参加这个国际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政界高分被挺台 可是有超强的民意基础 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 只剩下20% 甚至超越了1989年 天安门事件后的支持率 创下历史新低 而台湾则是表现亮眼 好感度高达72% 排名第八 2020年肺炎疫情笼罩全球 台湾在不封城情况下 社会正常运作 黄毅有成的好成绩 不止全民共享 也让台湾国际舞台能见度 这一次有目共睹 在新闻黄泉一报道